这不是初代奥特曼吗 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呢 不管了不管了 平常欺负我可把我欺负的太惨了 今天我就要偷袭你 哈哈哈哈 这个感觉爽饭了呢 哎我倒是谁在后面偷袭我 原来是你呀杰顿 没错没错是我呀 告诉你初代 今天我只算是报了一个小小的仇 嗯 偷袭我还有理了你 那当然了 怎么你打得过我吗 打不打得过不是 是怎么知道呢 截我一圈 哟也就这水平嘛 哎哟好疼啊 可恶的奥特曼 看我怎么对付你 哟有两下子嘛 看我无敌光波 啊 你你竟然使用弓线攻击 哟别以为就这我就打不过你了 啊 看我照度火球 啊 嗯就这我觉得还不够呢 我要把你也变成怪兽 嗯就变成我的模样吧 变变变变变 嗯 嗯 什么情况 把我变成怪兽 不会吧 嗯 我不要变成怪兽 我要进行罗娜 救命啊 咦 谁在喊救命 嗯 是我 出带奥特曼 嗯 嗯 明明是怪兽杰顿的外表 竟然想骗我 你是奥特曼 你当我赛罗 是这么好骗的吗 嗯 没没没 没骗你赛罗 我真的是出带奥特曼 我要一不小心 中了杰顿的技 被他变成了这般模样 你能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我不想当一个怪兽呀 嗯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行行行 当然没问题了 包在我赛罗身上了 治愈光鲜 哎呀 出来了出来了 我终于出来了 不再是怪兽的模样了 谢谢了赛罗 哎 不客气 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不过你可得小心点 下次不能再种怪兽的计谋了 嗯 好的 我会注意的 那咱们一起去寻萝卜 好啊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哦 拜拜